欧洲经济缓步复苏第二季的GDP成功由负转正 PMI指数也站上了景气融枯线 投信业者认为虽然目前欧洲经济成长 仍落后平均的全球平均值 但是投资人千万不要忽略掉欧洲部分企业高度竞争的实力 是前场投资机会 美国联准会QE延后退场 全球股市大风吹 欧洲加入上涨行列创下五年新高 不止股市回暖随着德国大选结果出炉 由总理梅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胜选 为欧洲的后续发展释出稳定讯息 各界关心欧洲是不是已经成功脱离债务危机 投信业者乐观以对 欧洲第二季GDP由负转正 采购经理人指数也陆续站上50景气融枯线 迈向缓步复苏 对于亚洲的影响又是如何 投资人应该要注意哪些环节 投信业者做出说明 投信业者进一步指出 过去投资人都只专注在欧洲经济活动 低估欧洲企业潜藏的投资价值 根据财报显示 欧洲企业每股盈于一路成正 优于全球平均值 更举出几个品牌为例 包括ZARA、ACP等 这几个知名品牌除了抢进台湾市场 更在全球成功布局 验证欧洲企业的稳定成长 福尔轩李文斌台北报道